南华大学因应科技趋势 将校内极端无尽藏图书馆书肥一郎大改造 运用高科技的扩增实镜AR 虚拟实镜VR 混合实镜MR 三种技术来打造延展实镜XR 更融合了多媒体互动科技 导入元宇宙元素 来重新诠释图书馆的美学艺术 也举行新媒体XR互动展开幕仪式 也跟全台湾131所高中职 来进行电子书资源共享成员仪式 南华大学校长林聪明表示 数位化时代 阅读媒介与形式打破传统既有的框架 促成电子书的崛起 近年校内也逐年增加电子书预算 来提供老师学生多元阅读资源 除了便利性 也能落实无纸化、减碳的理念 图书馆也因此购入三大电子书平台 并将此资源分享给全台131所高中职 三家电子书联盟 每年总计提供约950册不同电子书 且具各平台业者说法 这次是有史以来最多学校签约共享电子书资源 活动当中也邀请知名环保创作者洪浩伦来展出 顺化吉民、大地原色、新媒体XR互动展 透过展览的AR扩增时镜 可以让观者来透过手机或平板看到画作上 所呈现的虚拟景物以及其意象 VR的虚拟时镜是运用头戴式的显示器 让观者仿佛走进作品场景生力起劲 MR混合时镜是带着半教室的头盔 眼睛看得到实景 但是虚拟物件以及动画 皆能显示在显示器上面 为了让图书馆不只是阅读空间 多年前学校已经有建制书匪一郎 不定期邀请艺术家来策展 或者是开放校内的师生展出成果作品 因应科技趋势 身为产品与室内设计学系讲座教授的 图书馆馆长赖淑林 也带领产品跟室内设计学系的硕士班研究生 跟乐成创意公司业者来做合作 导入了AR、VR、MR以及互动科技技术 来开发建制实体跟虚拟线上VR展览的一郎 希望将最原汁原味的原生创作 跟最新的科技来做碰撞 赋予作品新的生命跟艺术价值 以上新闻由政生记者侯佩宇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